哈喽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为各位小伙伴带来的一个 就是很多小伙伴使用这个VM 虚拟机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么基于Windows11系统上的这个VM 虚拟机 它可以安装这个Windows系统和MacOS的 苹果系统都是可以的 那么之前我也有专门出一期节目 来介绍这一个 但是说我在某一天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打开这个VM虚拟机 然后再打开MacOS系统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就是在启动的界面 它会无限的重启 一直进不了这个系统 甚至会造成这个无限循环重启的 这个死机的情况 让我非常的不知所措 OK 今天我就介绍两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种办法比较简单 我们直接找到我们这个VM虚拟机的一个安装的目标 那这个就是我MacOS的一个安装的文件夹 那这个是Windows11的一个安装文件夹 那我Windows11启动是没问题的 但是MacOS启动来会有问题 OK 我们双击打开它 我们找到这样一个文件 就是MacOS12.vmx这样一个虚拟配置文件 OK 我们右键点击它 然后再打开方式这一边呢 我们选这个记事本 记事本打开以后 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个代码 这个代码其实我们也是这个看不太清楚的 那我们不用管它 不用管它 我们在最后面 直接加上这样一串代码就行了 那就是这个反底色 我鼠标标注的反底色的这样一个代码 那这一行代码的话呢 就加在最下面就可以了 那打比方我现在把它加在最下面 就是这样输入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代码的话呢 我也会放在屏幕上方啊 我在这边就不演示了 那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代码 这个多少个0呢 0和1组成的一个代码 多少个0多少个1啊 这个大家不要数错了啊 然后就是双引号给它框起来 那输完以后呢 就是我们点这个地方保存就可以了 点保存就可以了 OK 然后退出以后的话呢 再打开这个 徐里奇进入MacOS呢 它大部分都是会恢复正常的 OK 这是第一种办法 那么假设这一种办法还是不行 不成功 不取笑的情况下呢 那么我给大家介绍第二种方法 就是重新安装Unlocker这样一个工具文件的一种方法 OK 我们打开这样一个去试本 那这边有总共六个步骤 六个步骤 我们按照步骤来演示一遍 其实我是已经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已经重新安装过了 我现在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OK 第一步的话 在这个网址 要下载这个Unlocker的这样一个文件 OK 我们打开浏览器 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网址啊 这个网址就是 我记事本里面标出的这个网址 OK 进来之后 直接就是Unlocker的一个4.2.6的一个版本 那么到这里来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我们普通呢 就是下载这个ZIP的这样一个文件 OK 我们这个地方就点击下载 OK 这个地方其实我已经下载完毕了啊 我就把它关掉啊 我只是做演示 我把它关掉就好了 下载完成以后呢 解压 解压完成的文件夹呢 就放到这个它的根目录下面 OK 我们右键点这个快捷方式 然后这个地方打开文件所在的位置 OK 我们打开一下 打开以后 我们把这个文件拷贝到这里来 就是这个文件夹 拷贝的这个根目录下面来啊 就是这样一个VM这个徐里区的一个根目录下面 我现在已经放进去了 那么要安装的时候呢 我们就双击点开 点开以后 到这个里面呢 它有很多系统啊 SO系统 Linux 然后VM的系统 因为我们电脑是VM的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点开这个VM的系统 然后这边我们就找到这样一个 unlock.exe的这样一个文件 找到这样一个文件以后呢 我们先不要去安装它 先不要去允许安装它 OK 那我们还有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要先把我们事先打开过的这样一个VM的一些进程把它关掉 OK 我们在任务栏点这个右键 然后点任务管理器 点开任务管理器以后呢 我们在名称这个地方啊 我们给它排下去 排下去以后 我们把这样一个找到这个VM虚拟机的一些这个进程 那打比方大家看到 从这里开始啊 一直到这里 这里有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大家看清楚这里有四个对不对 这里有四个 OK 那我们把它进程全部关掉 我们点右键 这个地方结束任务 那这四个全部可以结束掉啊 OK 这里又出了一个什么USB什么东西的啊 它会重复的出现 OK 我们现在是把它全部关掉了 对不对 VM所有的东西全部关掉了 这一波非常重要啊 非常重要 关掉以后呢 我们关闭这个任务管理器 OK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右键点击这个unlock 然后这个地方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 大家注意啊 一定要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才可以的 OK 我们打开运行一下 运行的过程当中呢 它会出现很多这个看不看 这个不认识的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按另一键 然后我们就按一下 它就结束了 OK 那么表示这个已经安装成功了 那安装成功了以后 我们就关闭它 那 然后的话呢 下一步就是我们这个重启电了 大家记得啊 为了使它的这个 新的一个工具文件安装成功了 我们必须重启电了 OK 我在这边就不演示了啊 那重启电了以后呢 我们再重新打开这个徐里机 OK 大家看到我这边按了有一个Windows 11的 有个Mac OS 12的 OK 我们重新打开徐里机的情况下呢 我们再点一下 开启此徐里机 现在就是正常在启动当中啊 正常启动当中 启动完成以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正常的登入系统就可以了 那么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 那这个地方呢 我也会把这样一个记事本文件的这个步骤啊 然后放到这个视频的下方 那大家可以用这个 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步骤来进行操作 就没问题 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大家观看